被动救生命的大誓言 共同和他如来眨眼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富山画鸟记 郑老板心地非常善良 他尤其喜欢天空中飞舞的鸟雀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啊 鸟语花香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我爸他最喜欢鸟雀了 而这片树林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鸟雀飞来聚集 所以这里也成为了 我们家野餐的必选之地 郑老板喜欢鸟 我早就听说了 所以今天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件 特别的礼物 哦 特别的礼物 是的 你稍等 我这就去拿过来给你 好美妙的叫声啊 郑老板 这个礼物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哎 你是要将这只鸟送给我吗 是啊 郑老板 你不是非常喜欢听鸟雀歌唱的声音吗 这只鸟的叫声可是最好听的 所以我才买下来送给你 哦 谢谢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郑老板他最喜欢鸟了 你送给他鸟雀 他一定会收下的 可怜的鸟儿 在这个小笼子里一定闷坏了吧 小鸟 快飞出来 你自由了 郑老板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听 他恢复自由后的歌声多么的动听 鸟儿只有在大自然里 才能唱出最美妙的歌曲 我老爸平时经常买鸟雀来这里放声 所以这里聚集的鸟雀也越来越多 真正喜欢鸟雀的人 是不会希望自己喜爱的鸟雀 被关在笼子里的 没错 那些嘴里说喜欢鸟雀 却买鸟雀 关在笼子里的人 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们的人 嗯 郑老板 你可真是个大善人呐 是啊 郑老板 难怪你的生意能越做越大 这一定是行善积德的福报啊 我放声他们 并不是为了什么行善积德 我只是真心的喜欢 这些天地间的小精灵 希望他们能够自由飞翔 开心歌唱 几天后 郑老板驾车去外地谈生意 然而却不幸发生了车祸 他身受重伤 被送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 我丈夫怎么样了 她已经昏迷好多天了 郑太太 我们正在尽全力对她进行治疗 你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好多天了 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你们放心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的 是啊 妈 要是你再病倒了可就糟了 我们还是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嗯 几天没合眼的郑太太实在太累了 她回到家后倒头便睡 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她听到了一阵咚咚的声响 哎呦 什么声音啊 咦 这只小鸟想要干什么呢 小鸟 它这是在做什么 谁知道呢 它一大早就在这里敲窗 都把我给吵醒了 小鸟 你不会是要来找我父亲的吧 可惜 它现在不在家 难道你是想进来吗 妈 这只小鸟好像真的能听懂我们的话 好吧 那就打开窗把它放进来 嗯 如果我老公在家看到你飞进来的话 一定会很高兴的 可惜它现在 难道是我的错觉 那只鸟在办公桌上趴了一会儿后 就飞了下来 它竟然像人走路似的 一步一步的转向后面 然后沿着后面的楼梯朝二楼上去 这株桂花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了 这只鸟似乎也很喜欢这株桂花 儿子 你有没有觉得这只鸟有些特别 嗯 的确有一些不一样 你爸爸他最喜欢我戴这副珍珠耳环 难道你父亲的灵魂 附在了这只鸟的身上 妈妈 你这样猜测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请告诉我 家里的保险跪在哪里 难道他身上真的有我父亲的灵魂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父亲岂不是凶多吉少 妈妈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我小时候曾经听家乡的一位老人说过一件事情 说一个死掉的人化身成了一只鸟回到了家里 虽然他不会说话 但非常有灵性 善解人意 而且还能用爪子在一堆白米上写出字来 啊 如果是这样 父亲可能就会有危险 喂 医生 我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 你父亲病情很稳定的 你不用担心的 好的 我知道了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 谢谢你 爸爸他还在重症病房里 医生说他的情况还算稳定 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哦 那就好 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妈妈 不过既然这只小鸟这么喜欢我们家 那我们就收留它吧 嗯 就这样 这只小鸟住进了郑老板的家里 当郑太太和儿子去医院探望郑老板的时候 这只小鸟仿佛就像这个家主人一般 四处巡视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 它似乎对这个家的情况了若执掌 太太 老板他有好一点了吗 唉 别提了 他还是老样子 一点要醒来的迹象都没有 妈妈 你别太担心了 医生不是说了吗 爸爸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醒来的 希望如此吧 这个小家伙在家里还好吧 太太 他似乎对我们家很熟悉 而且他最喜欢在老板的书房里待着 哦 妈 我总感觉这只小鸟非常的特别 是啊 或许是因为他很有灵性的缘故吧 妈 今晚我去医院好了 你已经好久没好好休息了 今晚你就在家里睡个好觉吧 那好吧 这段时间我的确太累了 那今晚就辛苦你了 我倒是没什么 只不过今晚我们家的佣人不在家 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嗯 我会的 你放心 菩萨保佑 保佑我的丈夫早日醒来 然而当天晚上 郑太太独自在家 竟然真的发生了意外 就在他熟睡的时候 房间里发生了火灾 哎呀 不好 着火了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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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小鸟 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我今天一定会被火烧死的 可是你为了救我 却牺牲了自己 真是对不起啊 喂 什么 儿子你说什么 你父亲他醒了 太好了 我这就去医院 老公 你好很多了 嗯 感觉有比较好了 事后 郑老板说 他在昏迷的那段时间 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小鸟 飞回了家 而且还发现家里起了火 他拼尽全力 叫醒了熟睡中的妻子 小鸟牺牲的时间 和郑老板醒来的时间 正好是同一时刻 这的确让人惊奇 难道他在昏迷的时候 真的换成那只小鸟 回到家里 并且救了我吗 老马阿古 在水乡的小镇 是很难见到马的 因为在那里 大家都是由牛带羹 以船带步 不过在一家豆腐店里 却有一匹老马 它是小镇上 唯一的一匹马 老伙计 今天我给你讲讲赤兔马的故事 你看 阿星老伯又要给老马讲故事了 阿星老伯 你的话 马怎么会听得懂啊 而且每次你都讲赤兔马的故事 他早就听腻了 你们不懂了 阿古拉木又辛苦又无聊 我呢 一边陪着他 一边给他讲故事 他就不会无聊了 而且还会感觉时间过得快呢 天天听同样的故事 我看他会烦死的 就是嘛 阿星老伯比我奶奶都唠叨 我们赶快走吧 别打扰他给老马讲故事 别理那些顽皮孩子 阿古 你喜欢听赤兔马的故事 对不对啊 哎呀 阿星老伯 难道他真的能听懂你的话 当然了 阿古可是非常通人性的 小六是一个非常喜欢马的男孩 然而在小镇上 只有这里有一匹马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 马这种动物 他经常来到豆腐店 缠着阿星老伯问东问西 阿星老伯 这匹马的名字是你给取的吗 嗯 阿星老伯 为什么每次拉末的时候 要给阿古蒙上眼睛啊 如果不给他蒙眼睛的话 他便会东张西望 而且还会头晕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但是他蒙着眼睛 会不会感到寂寞孤独呢 我都会讲故事给他听 每次当我讲到赤兔马 奔跑在广阔的草地上的时候 他总是很激动 我想他的故乡 应该就在大草原吧 可惜他再也回不去了 好了 他该喝点水休息一下了 一把老骨头了 不能做太久的 阿星老伯走进屋子 将老马从石墨上接了下来 然后打开起眼罩 小六 帮我看一下 尤其是我们老板 我要给阿谷加点营养 加点营养 没错 老伙计 赶快喝吧 香喷喷的豆浆很好喝呢 阿星老伯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豆浆啊 这是磨豆浆的时候 最好我偷偷留下来给阿谷的 这事可不能让我老板知道哦 嗯 阿星老伯对这匹老马 照顾得无为不至 俗话说 马无业草不肥 每天晚上 阿星老伯都会起床 来到马棚给他喂食 而小六也经常带一些食物 来喂老马吃 阿谷 你看这是什么 来你尝尝 这是红枣 很好吃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吃啊 小六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红枣啊 我妈妈给我的 我没舍得吃 就带来给阿谷吃了 嗯 你对阿谷可真好 小六 你想不想骑骑马呀 骑马 当然想啊 我可以骑吗 当然了 今天工作少 走 你跟我一起遛马去 到时候我让你骑一下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之前都没有骑过马呢 野外 小六骑在了老马背上 老马 慢悠悠的朝郊外一条小河边走去 而阿兴老伯则在后面慢慢的走着 到了河边草地 阿兴老伯将小六从马上抱了下来 老马在草地上悠闲的吃着草 这时候一阵风吹过 老马一下子昂起了头 他朝远方望去 脖子上的鬃毛随风波动 哇 好漂亮啊 是啊 虽然他现在老了 毛发也有些稀疏暗淡 不过 还是具备马那种俊朗的气质 阿谷每次来到野外 都会显得非常有精神 或许他想起了过去在草原上驰验的日子吧 可惜他现在只能围着磨盘转来转去 是啊 可怜的阿谷 六马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然而 就当他们返回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镇上的街道 阿兴老伯和小六一起带着老马走着 当他们路过一家理法店的时候 老马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瞪大了眼睛朝理法店里看去 阿兴老伯 他怎么不走了 哎呀 阿谷 你要干什么呀 阿谷 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小六 赶快把理法店的门关上 别让他看到里面的镜子 嗯 好的 说着他急忙过去 将理法店的门给关了起来 老马看不到了里面的镜子 情绪渐渐的平稳了下来 阿兴老伯终于松了一口气 哦 刚才真是危险 阿兴老伯 阿谷看到镜子后 怎么会那样激动啊 他这是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样子 还以为是自己的同类呢 他有很多年没看到自己的同类了 所以才会那样的激动 可怜那阿谷 他真是太孤独了 几个月后 阿兴老伯由于意外摔伤了腿 于是豆腐店老板让阿渡来接替他 从那天起 阿谷拉莫时再也听不到赤兔马的故事了 取而代之的是竹竿的抽打 夜晚和白天的六马也都没有了 在阿渡眼里 老马只是一台干活的机器 你这匹老马叫什么啊 吵死人了 我说这匹老马怎么吵个不停 原来是你小子来了 只要你一来 他就不安分 阿渡叔叔 阿谷他好久没出去溜达了 你就带他出去溜一溜吧 那不行 这匹老马是干活的牲畜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体力 带他出去跑来跑去怎么行啊 好了 你快离开这里 否则他一点都不能安静 怎么回事 这匹老马怎么叫个不停啊 老板 这匹马每次见到小六都会这样 老板 阿谷一直被关在这里面 太可怜了 我能带他出去溜一溜吗 我看你是想玩马吧 那可得付钱呢 啊 可是我没有钱啊 没钱就赶快走 别在这里捣乱 阿谷一天天的憔悴 他的目光一直留意着院墙上的那个缺口 因为小六有时会在那里出现 他现在只有这点指望了 突然小六的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他显得很高兴 小六翻身进了院墙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红枣地给他 阿谷 不要出声 吃吧 香甜的红枣 你最喜欢吃了 阿谷 我最近正在赚零花钱 等我赚够了 就带你出去溜一溜 你等我 几天后 小镇上来了个马戏团 这个马戏团将要在小镇的街道上进行巡游 巡游动物里有两匹盛装的马儿 我看到过那两匹马 他们真的非常漂亮 他们比阿谷还漂亮吗 当然了 阿谷那个老家伙 怎么能和那两匹马比呢 小六 明天马戏团会在镇上巡游 到时候你看看就知道了 明天巡游队伍就经过我家门前的那条路 我在家里就能看到的 哦 那巡游队伍经不经过豆腐店外的那条路啊 当然经过的 当然经过的 那条路那么繁华 怎么会不经过呢 那就好 那就好 第二天一大早 小六便来到了豆腐店 并翻墙来到了马蓬蓬 阿谷 不要出声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你的同伴了 来了 巡游的队伍来了 阿谷 你可要瞪大眼睛 好好看着哦 好漂亮的马匹呀 是啊 看来这个马戏团的节目一定会很精彩的 你这个臭小子 竟然把阿谷的缰绳解开了 你是要偷走它吗 不好 被发现了 臭小子 竟敢翻墙进来 几个月后 小六搬家了 阿谷只要不磨豆腐 就会盯着院墙缺口看着 不知道 他是在等阿星老伯 或小六 或自己的同类 从这里经过 还是在等着 自己自由自在的一天呢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生命练士云林观音讲堂 起见梁皇宝灿 孝清报恩超度法会 宫勤法务指导僧众煮法 日期至9月14日 星期二起至9月19日 星期日指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生命练士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梁皇宝灿 暨余谐宴口法会 宫勤法务指导僧众煮法 日期9月19日 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灵工宝灿 全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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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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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